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外面的一面朝上 两个角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 然后放到背面 两个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 把它挤压到一起 形成一个蒸花形 旋转一下 开口朝下 下面两侧的边 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然后把这个竖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 均匀地把它压平 注意这个线对起这个边 这一侧也一样 竖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 均匀地把它压平 然后把下面的这一半折到后面去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放到背面 这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下面两侧的边 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然后竖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 均匀地把它压平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均匀地压平 这个折到后面去 这样摆放 下面两个点 往上折一下 展开 把这个角往下拉 往下折 翻到背面 这个角也往下折 上面两层纸冰到一起 下面两层纸冰到一起 这两个角也翻下来 然后从中间撑开 把里面的部分也撑开 这样就成了一款星星盒子 接下来我们继续操作 折出四颗爱心 看其中一个角 这个边折向上面的边 这要压一半即可 压左侧这一半 右侧也一样 右侧的边对齐上面的边 压右侧这一半 展开 然后中间的小角捏起来 形成这样 把这个角向左折一下 再向右折一下 把下面的斜边折向刚才的指数线折痕 然后展开 从中间撑开 按照刚才的折痕把它撑开 压平 形成这样 这样 接下来把这层纸翻到外面 稍微拉开 这纸层也拉开 展开 我们看上面 将这个斜线和这个斜线 把上面的部分折到后面去 形成这样 这里捏起来 这个也捏起来 然后下面 继续按照之前的折痕把它收好 形成这样 这个小角翻到左侧 好 我再仰视一下右侧 用同样的方法 先展开 把这个翻到后面去按照折痕 捏起来 下面的部分 按照之前的折痕收好 形成这样 这个小角翻到右侧 上面的小角往后折一下 折到这个距离自己调节一下 最后形成新的形状 这小角折进中间的指缝里面 最后把新的形状 中间这里 压出一个V字形的 把中间压进去一下 调整一下 这样爱心就出来了 接下来 剩下的三个角 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这样一款爱心装饰盒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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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